为什么青春被赞美称松?因为青春就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啊,有人无所顾忌的挥霍青春,也有人年纪轻轻就建功立业,很多人一点都没有意识到时间的宝贵。 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,因为迎头小力就把醉值钱,一去不复返的时间轻易浪费在一些意义不大的事情上,不要让你的时间在一见一见不起眼的小事上流逝,这是过来人的人生经验。 一,能用钱解决的绝不花时间,学会外包,要习惯花点钱,让更专业的人来帮你做他们比你擅长的事情,家务很浪费时间,紧早请重点工,家境富裕或是收入丰厚的。 紧早请一个私人助理,你花上三个小时做的菜再好,也不会由你楼下管家那家店的师傅做的地道,告诉自己这些在未来都是小钱,不要为节省几个小钱浪费时间。 二,要不,更要专,在学生时代,具有广博的知识面的人,更容易受到正面的鼓励。 但是在职业的初期阶段,需要的是找到自己的专业领域,并且钻下去,这世上已经有太多的空谈家了,其缺的,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叫人,选对方向之后应该一门先撕扎下去,将自己沉浸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。 三,对态度无意义的社交CNO,在所谓的培养人脉的名义之下,许多人乐此不疲地参加大量的社交活动,和投入的时间相比,所获得的收益却非常有限,总的一算,还是亏本生意,大量时间被浪费在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人身上,损失的机会成本不可过量。 四,花更多时间在老人身上,你很快就会发现,随着你越来越忙碌,随着你遇到你生命里重要的另一半,你和老人见面的次数会越来越少,而等到你意识到这点的时候,你会突然惊醒,余下见到老人的次数,可能两只手就能竖过来了。 每年一顿饭,不痛不痒的几句问候,可能是老人们余生最大的期待和指望,尤其是那些离家千里的游子,每一次相聚都是一次倒数,老人们多活一天,便是稍活一天,不要等到未来某天,接到突然一个紧急的电话,才让你猛然追悔不及。 五,吃得好一点,贵一点,身体是最好的投资,我们的许多饮食习惯,并不合理,摄取了太多糖类和碳水矿合物,而且现在的年轻人,大部分,都是截掉了早餐,只是因为要赖床。 毕业后不用几年,如果还有同学聚会的话,你就会发现每个班总有几个男生,身体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,震惊朋友圈,吃点真正的好食材。 不愿回带自己的身体,这可能是你收入中最划算的投资之一。 六,没找到真的好领域,对创业CNO,在没有任何行业经验的情况下,大学生的视野是非常狭窄的,把十个大学生关在屋子里想一个礼拜,最后能写下来的点子也无非就是那些什么奶茶礼品送外卖,卖把桌油带进去,花店书地咖啡馆一类的东西。 一上来起点就不高,再加上学生的执行力和资金有限,很容易把格局越做越小,想创业,平台和护城河一定要高,而不是在狗刀的红海中相折腾。 七,关于未来的另一半,我不会设定条条框框,以为恋爱可以量化,是没谈过恋爱的人的普遍幻想。 但凡谈过的人,就知道用12345来列自欧标准毫无意义。 没出学校里的人,容易高估许多东西的意义,比如学校的牌子,比如工作的名气,但这种东西几年后就发现对于堂杂反复的生活来说毫无意义。 没有被社会打磨过的人,会觉得自欧是一场考试,彼此互为考官,而真正历练情长,才知道自欧是一次搏斗,斗的是自己的贪婪,开念和贪心。 九,对客一套好意性思诺,太多的年轻女孩好称自己需要宠你。 但说实话,花样哪个男人玩不出,但天长月久的生活中谁能长期维持住这种水准,就有谁能不考虑实际成本。 如果没有恒心维持热度不下降,又没有足够资源支撑长期成本,没有对女生编辑收益低减的预期,没有对自己提牢虚线的正确估计。 这些花样究竟能玩几天,那天发现维持不了,那就是落差,一旦有了落差,比没玩花样还糟糕。 转情路上,一定要考虑到可持续性,深,表达能力,我会重点锻炼,所有因为自己思维把散,或者想法跳脱,而觉得无法被周围人理解的人,归根结底还是表达能力右线。 很多宅男宅女一天也不和周围的人说几句话,几年一过,用进退费,即便是连怪流畅的说话都做不到了,只有坚持练习表达,练习怎样把你懂的事情解释给人轻,才能把同理心植入对方心底。 那种所谓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,你自己才有的某种独特的感悟或心境会越来越少,而这,会给你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。 十一,学会对同学聚会say no,如果你混得好,那在这种同学聚会中,你会很直观地感受到,不断被人索取价值。 每个套进库的脸上都写明了大家同学异常,让我占点便宜。 如果你混得差,那参加更是一种折磨,每次聚会都是一次排名的宣誓。 但和读书时候在分数榜下被羞辱不同的是,现在你可以选择不参加这类比例,让胜利者的优越一拳打在空气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